能够发愿出家,就舍离世间的欲望 在佛教当中,有所谓在家修行与出家修行 最大的差别在于出家能够迫向出家,剔除虚法 人最大的执着障碍就是最爱自己 而本次要是佛法会的总功德主、圣妙法师 发愿出家广度一切众生 因此在法会最后一天,进行圆顶剔度 我们最喜欢的,莫过于我们自己的头发 我们最懒着的,莫过于我们所穿的衣服 那既然要发广大愿出家 我们就要舍离世间的欲望 所以剔除虚法就是破相 那能够脱掉了世间的俗辅 代表一个脱俗的修行人 披上佛陀所给我们的夹沙 代表的佛法永住世间 所以剔度就是发广大愿 告诉了自己 从今以后 我们将是佛弟子 要以弘法的一生 住持正法为己任 所以破相出家 也是一个持戒 也是一个定律 更是解脱智慧的一个象征 所以在佛教出家修行的过程当中 剔度就是清净善知识 剔度圆顶也代表了入圣者位的开始 入圣者位 我们就永不对三恶道 在佛法的照耀之下 能够就近解脱 所以剔度在佛法 在整个修行当中 从在家转换成出家 这个仪式不可缺少 法籍新闻来龙许可永 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